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礼拜运动几次 差不多一两三次吧 可是常常运动就会觉得很累很累很累 就是喘不过气 像小明一样的小朋友还真不少 要不是爸爸带来运动 吴小弟肯定又在家里啃炸鸡 一个礼拜吃几次的炸鸡 一两次吧 就是假日的时候会去吃 国内每四名学童就有一个是小胖子 台湾癌症基金会调查还发现 七成以上的国中小学生 每天运动不到三十分钟 BMI值过高的学童 超过九成每个星期都吃零食 七成五至少吃一次素食 其中有百分之二的小朋友最夸张 天天吃汉堡炸鸡 回报代表他未来 女孩子得到这个乳癌 男孩子得到心脏血管疾病 甚至啊这个其他的像 社会线癌大肠脂上癌 都跟小时候吃的过多的这个东西的脂肪 体重过重 都有很明确的关系 医师提醒小朋友的生活饮食习惯 很多时候是跟着大人 平时应该鼓励小朋友多吃蔬果 规律运动 只要是生活上的小小改变 就能让孩子更健康 记者宁亚晨君豪台北报道 这是CTSDWCTTV Channel 72A Commercial Television Station owned and operated by Chinese Television System under permit number BSD1232-2021 operating until December 31, 2022 operates with the power of 50 kilowatts duly licensed by the 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is located at San Pablo City, Laguna This is CTS Channel 72 is now signing off Put the status of the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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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